在香港最开始是念了MASTER 然后去过普通话中心在那边工作过 然后后来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带厨房 然后很喜欢搞这些东西 后来就去了一家做固定的面包房 然后在那边就先自己一点经验 然后就想说可以再来带 然后学习一下 以后就做为自己的职业把这个方向找 我觉得在台湾上蓝带 就是自己的故乡 而且语言都通 然后比国外还多付很多不一样的费用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而且师资也很好 我也不想要在大学上 就是把那一时间换来这边可能会更好啊 什么样的影响的话 就是也是说希望可以真正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 因为自己之前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然后爸妈有时候会粗糙说 爱你之前算不算浪费那么多时间才 就终于要做这个我觉得 所以就希望蓝带可以让我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有组织 我们有组织 对然后我们组织的时候 我们会跟自己的组织沟通 然后我们有把菜里面的流程全部都写出来 然后就是分配每一个工作 谁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去做 所以就是在厨房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乱掉 就是可能来不及 然后Chef都会提醒我们怎么做 所以就基本上都是有按照时间 把流程全部都做完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当我去面对客人的时候 我可以去问他们 去跟他们沟通说他们需要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对那我觉得这算是学习的一环 也是未来我觉得 需要最比较重视的地方这样子 我们这一次就是 比较像是在 可以模拟一个餐厅的整个营运的方式 那当然呈现给我们一些家人 跟朋友吃的时候是 满有成就感的 因为大家吃的都是觉得还满满意的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也可以从中学习到 就是我们以后如果出去外面再工作 那是如何跟一个team的去做合作这样子 一定要鼓励啊 因为其实蛮难走到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因为觉得蛮就是不轻松 但是师傅就是平常的时候 其实蛮严格的 然后在教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蛮起心的 然后在一对一对谈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就是鼓励我说 继续上到就是最后这样子 因为我成果展的话是邀请我爸妈来嘛 那他们也是从台中下来就是为了吃这一餐 对那除了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支持我来做练蓝带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甜点班已经有一次参加的过程了 然后这是第二次 对那其实他们都还蛮支持我去做任何事情的 那当然我也觉得说 Chef他虽然说生气 或者是说他们很严格的指导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往前走 其实我也蛮谢谢Chef还有全体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给你打赏 请不吝点赞 Prompe 转发 开赞 王贞 谢谢继续 词 金人 よね realised 如果喜欢 用 喝 我们 要